第25题,乘上题,若复弯在稳定夹起供丸后,接着它逐渐增加筷子夹起供丸的力道,倘若供丸的外观没有任何破损,而它筷子仍保持水平状态稳稳夹住供丸,则在它逐渐增加夹起供丸的过程,有关此供丸所受的摩擦力种类和摩擦力大小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那么供丸是没有动的,所以它仍然是所谓的近摩擦力。 答案也只有A跟B是对的,那C跟Z都是错的,那么我们强调过的一个重点叫做近摩擦力会等于外力,那么这里的外力就是它的重量,重量呢是50克重向下,所以我的近摩擦力也就是50克重向上,所以呢我的重量没有改变,因此我的近摩擦力也没有改变,都会等于50克重。 那么我筷子逐渐增加力道是干什么用呢?是有什么作用呢?这就是老师上课所问过的板差的例子,老师上课的时候也说有人会用假乳蛋来考类似的问题,那么这个不是假乳蛋,它是假供丸意思一样,那么这个筷子的夹的力道是增加它的正向力,增加它的最大近摩擦力, 但是它的近摩擦力仍然等于外力,外力是50克重,所以近摩擦力还是50克重,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,有关此供丸所受的摩擦力种类和摩擦力大小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择是A,近摩擦力保持一定等于50克重。